近日,由公益音乐人范景祥创始发起的ME,CFS城市慢生活公益项目,正式立向于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。 作为全国首个关注ME,CFS慢性疲劳群体的全国公益性项目,立志于让国内外再次重视ME,CFS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科普渔房,倡导城市人养成城市慢生活的良好形态,习惯。 同时,范景祥积极为ME,CFS城市慢生活公益项目举办公益音乐会,2019年推出单曲《一起飞》致敬世界生命。 2019年3月11日,华纳音乐将全球发行《一起飞》公益歌曲。 歌曲MV讲述了范景祥饰演的一位摄影师,在人生旅途拍摄生命之美的风景,由一个人遇到很多人成为我们的新路过程,并新手相连的《一起飞》向更好未来。 MV制作精良,画面唯美,内容暖心,诠释了以爱为核心精神,传递社会音乐正能量。 范景祥接受记者访问,表示ME,CFS城市慢生活公益项目,以倡导城市人健康慢生活意识,关怀ME,CFS慢性疲劳患者为发起初衷,同时,谈及了自己的一些感受。 其实,对于陈世慢生活来说,对范景祥公益音乐作品来说,跟所有的作品,能够跟政府的公益基金会,陆甲嘴社区公益基金会一起合作,能够造福到整个全国的同胞。 然后同时间也借由我们的行动,然后传递给国际,中国政府,还有中国的基金会,还有中国人民的力量。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间,慢性疲劳是全球现在在呼吁跟倡导的一个行动跟议题。 我觉得透过我们不同的面向,无论是说公益城市慢生活去结合艺术,或者是结合娱乐,或者是结合一些行动,去创造社会的建设,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,应该讲说下一个里程碑。 据了解,此次公益项目立向于陆甲嘴社区公益基金会,纯属一段缘分。 在2018年底,范景祥担任关怀流浪动物上海高价猫公益宣传大使,获得各界关注。 同时,结识了陆甲嘴社区公益基金会,发现与自己的公益理念发展有许多共鸣,由此展开了合作。